十年前我跟他合作上討殺 十年後又再一次合作這麼經典的戲劇 完成了我一個做演員的 算是夢想 驕傲跟榮耀 我也是第一次參與完全台語的戲劇演出 然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紫色大稻辰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難的是 演出那個年代感還有要標準的感覺 我們每個朋友做報告 市長今天在此地接受裡面攝影的拍照 包括不接受電子裡面的演法 感謝大家 好 好 來 先手邊看完了 好 來 看我這邊 來 看我這邊 來 看我這邊 好 來 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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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年代 是台灣在思想長一個很佛要的時代 因為那個是在那個年代,差不多永樂座剛剛落成 宜蘭鐵路還開工,然後台北大橋正在開,快要完工 當然最重要的是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 所以裡面有一個人物一直是 在我心目中我常在想說我是繼承他的遺志 再往前走,就是蔣衛生,台大醫學院的前輩 這個同胞虛團結 我拍的裡面有一個景就是 新春光茶廊 所以想說如果我們台灣的,要感謝三立 如果能夠把我們台北市一些美麗的景點 那拍成一系列的電影 那可以到世界上各國去播放的話 我想那個造成的效果就在韓片那個冬季戀歌 因為冬季戀歌,後來就讓那個地方 變成一個光光景點